先前观点下新闻曾经报道过 在戏指长江街有一位人称皮箱阿伯的一位老先生 总是喜欢在外面捡人家不要的行李箱回家 结果还因为阻塞了排水而造成了邻居的积淹水 好不容易在上个星期是清理了两大堆的行李箱还有垃圾堆 大概是丢了一两百个行李箱 后来发现根本只是清了一小部分而已 整个房子加上顶楼可能有上千个行李箱还有包包 这是在这个六日连续两天故宫 终于又清出了两大堆的行李箱和垃圾 在长江街13巷这里堆放 而且比上次还要壮观 也引起附近居民议论纷纷 因为大家以为上次清了这么多已经清完 殊不知那只是冰山一角 同一个巷子的住户直说太离谱 还有三千万千 你说那两天还两天啊 那天拨这么多吗 对啊那天不是拨两天这么多 是最近啦 最近才发现他好像第二次搬出来了 对啊我也住在这边而已啊 这个搬出来之后发现怎么这么多 对啊对啊真的太离谱了 你想说丁街就拨了了吗 对啊对啊我因为已经清清了 去考古这么多 昨天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又把这个所有楼上客厅的部分而已 又清了这么多下来啦 都很吓人耶 已经把上个礼拜的时候 上个礼拜一的时候把这些已经 清洁的人很辛苦又下大雨 清了两车半 清了两车半耶 那现在你看又比那个上个礼拜还多 皮箱阿伯连续好几年 总是把人家不要的行李箱捡回来 行李箱和垃圾堆积乳山 甚至造成楼下还有隔壁邻居住户 家里面积淹水 本来上次清完希望阿伯别再捡 结果里长再去家里头看 发现不得了多的要命 就连这次清的可能还丢不到五分之一 清了多少 我看大概五分之一而已啦 五分之一 因为客厅的部分只有净空了啦 那你还有三个房间啊 还有那个浴室跟那个厨房啊 都顶前后阳台呢 非常的恐怖耶 不只环境卫生 文银乱飞 最近南部等隔热疫情爆发 也让附近的住户很担心 尤其东西挣得不少 里长打开每个皮箱 全都装得满满满 不知道是从哪里捡这么多的东西回来 现在只能靠皮箱阿伯的弟弟 每个周末故宫慢慢勤 大概有三年至四年的时间啊 那你每天就上下楼层的时候 他就每天都提个皮箱啊 那你看看多少 一千多个啊 几千个了耶 每天啊 我算起来他也厉害耶 提到四楼扛到四楼 里面的箱子都是满满饱和耶 都有东西 不是衣服啊 就是音响啊 或是皮箱装皮箱 大装小 一直把它叠起来 叠得完一样 真的很有的亲 好几个工人 有亲就班连续两天 只亲出了客厅 看了实在令人摇头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канал 保安